8月14日,由中华青燕和平教育基金会主办 南京孙中山纪念馆协办的 孙中山与航空救国专题展在台北开展 台湾社会各界人士近百人参加开展仪式 本次展览共分游历欧美思想盲生 兴办航校培养人才 创办工业研制飞机 伟人已逝精神永存等四个部分 展出图片近百幅 展示了孙中山先生对中国航空事业 做出的贡献 中华青燕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 在开展仪式上 介绍了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生中 如何萌生航空救国思想 创办飞行学校 大力培养航空人才 并鼓励设厂制造飞机 极力推动和建立航空工业 所以一般人谈到孙中山先生 当然有很多他的历史 大陆说他是革命先行者 很了不起 可在他的整个一生的历史当中 他很少在航空这个上面去琢磨 今天是814空军 我们缅怀当年在天上 为了国家的生存发展 而牺牲生命的 这批英勇的空军舰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洪秀柱反复强调 不能忘记历史 他说如果把历史的记忆从脑中去除 就失了根 没了魂 应该唤起大家对历史的记忆 对国家的使命感 对我们中华民族未来的责任感 两岸本来就是一家人 大家都同胞 有共同的历史跟这种记忆 所以当然有很多事情 不只是这方面 各个方面 方方面面 我们都可以加强交流跟合作 别人要来毁灭我们 就是毁灭我们的历史 你把历史的记忆 从我们脑中完全去除的话 这人就失了根 没了魂 也许这就是 有些人处心积虑要做的事情 因此我们也应该在这方面 更多琢磨来唤醒大家 对历史的记忆 对国家的一个使命感 责任感 对我们中华民族未来的 那份任务 那份责任 今年72岁的台湾空军退伍人员 吴丽子 特意与战友一同前来观展 我们都是空军出身的 从初中比较就进空军右校 然后空军官校 一辆子在空军 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来参加这个节目 缅怀先烈 要多多地举办这种活动 对于我们以前的干什么 以前我们的那个先烈 我们先民在抗战的时候 那时候这些事局 我们应该多多地报道 让大家才知道 以前我们空军是什么样的 台湾当代艺术家杨慧珍坦言 很多年轻人不懂得正视过往的历史 此次展览资料详实 将航空救国的历史轨迹 拼凑得更完整 因为这次的记录 就是非常的完整 然后有很多 因为南京那边的一个 提供一些资料过来 让这个航空节呢 更能够把这个历史 拼凑得更完整 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觉得就是说 可以唤醒我们年轻人 就是说 其实很多人都不懂得去 去正视过往的历史 然后从这个纪录片里面呢 去感受到这个历史的轨迹 然后也让我在这边 很敬仰以往 就是为我们牺牲的英勇掌事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